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朝鲜以无核化换取安全保障进行协调 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美国团队已经抵达朝鲜 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做准备 美国国务院当天早些时候说 美朝官员已经在板门店举行会面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这支美方工作团由前美国驻韩国大使金城率领 工作团成员还包括美国防部官员兰德尔施赖福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韩朝事务专家爱丽森胡克 会谈将持续至29号也就是今天 韩联社说 目前朝美和谈判进程 可能已经在无核化路线图和补偿方案上 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除了已抵达朝鲜的美方工作团 美方一支先遣队27号动身前往新加坡 为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后勤做准备 与此同时 韩国媒体报道 由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率领的朝鲜代表团 28号经北京飞赴新加坡 很可能是为与白宫副幕僚长哈金率领的美方先遣队 讨论6月12号朝美领导人会晤的礼宾警卫等事宜 朝美双方预计最早将在29号也就是今天举行会谈 双方谈妥首脑会谈的内容和形式后 有望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间的高级别会谈 这将意味着金特会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有分析人士指出 朝美领导人会晤问题出现波动 表明美朝之间需要时间来逐步建立互信 如今也算峰回路转 如果此次会晤能够如期举行 或将为朝美间的对话开个好头 此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出于对金特会的考虑 美国可能会推迟对朝鲜的制裁行动 受地缘政治局势缓和等因素影响 市场避险情绪减弱 国际金价周一也继续下跌 失守1300美元关口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盘中下挫5.5美元 至每盎司1298.9美元 而随着半岛局势的转变 朝鲜自身也发生着悄然变化 宣传化是朝鲜社会的一大特色 它以非常直观的一个艺术形式 其实是展现着朝鲜社会文化的最新的方向 那近来随着朝鲜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之后 新推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宣传化 在今年4月朝鲜提出发展科学教育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新的政策路线之后 在平壤的街头就经常能够看到这样 扛着科学技术大骑 骑着骏马前行的工人形象 在朝鲜 骏马象征着速度 是建设国家的代名词 在最新推出的这批宣传画上 骑马的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 高举着携有自力更生的红旗 呼喊着自给自足的口号 响应国家的新战略 依靠科学技术掀起生产高潮和飞跃 今年1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年讲话中向韩方抛出橄榄枝 表示有一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后 朝鲜方面推出了一套主张改善朝韩关系 呼吁和平统一的宣传画 设计上朝鲜的宣传画也很有特色 工人士兵往往都是男性 而农民和技术工人 则更多的是妇女的形象 知识分子中男女参半 早些年的宣传画 内容多为战争和武器 而近年来已经明显的偏向于民生 从传统的生活风貌 到生产的技术革新 在这样的变化当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如今朝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脉动 美国的一科技媒体近日报道 5月25号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 而该条例刚刚出台呢 就迎面痛击了美国两大科技巨头 脸书和谷歌 那么控诉他们收集用户的私人数据 并且呢 欲开出天价罚单 据报道 根据偷用数据保护条例 欧盟或以收集用户私人数据为由 给脸书和谷歌 分别开出39亿欧元 和37亿欧元的天价罚单 据悉 该条例规定 所有在欧盟境内经营 或是搜集和处理欧盟公民数据的外国企业 都必须删除已收集的用户数据 如果发现公司违规情况严重 将面临20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罚款 或企业上一财年 全球营业总额的4% 但最低罚款金额不低于2000万欧元 目前脸书及其旗下的两个社交平台 Instagram和WhatsApp均受到指控 而谷歌也因安卓系统非法收集用户信息而被控诉 两家公司均称 他们现已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要求 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出台了新的措施和产品 但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特别是这些公司要求用户 必须同意他们的服务条例 不然就没办法使用他们的产品 这意味着用户根本就没有选择权 事实上 截至生效日 许多公司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应对准备并没有到位 25号当天 多家美国知名新闻网站均终止了在欧盟范围内的新闻服务 其中包括洛杉矶时报 芝加哥时报 纽约每日新闻等 专家指出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令全球企业严阵以待 无论公司总部身在哪里 无论数据存储和处理地点在哪里 只要收集欧盟公民的数据 就要受到其监管 而有关用户的个人数据泄露事件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 比如说最近在美国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的一个家庭 近日就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一幕 他们放在室内的亚马逊智能音箱Echo 记录了他们的一段私人谈话之后 将这样的一个谈话发送给了谈话当中提到的某个人 那么这件事情是再度引发了人们关于智能设备 窥探隐私问题的一些担忧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茜 从新加坡为我们发挥的分析 亚马逊给出的解释是 可能在这对夫妇的谈话当中 出现了某些指令的关键词 被亚马逊Echo的语音助手Alexa错误的识别了 亚马逊在试图还原事件的时候指出 夫妇两人的谈话中出现了类似Alexa的发音单词 使得Echo被激活 随后在对话当中又出现了发送信息的指令 使得Alexa用语音询问到发给谁 非常凑巧的是 在随后的对话当中是出现了某个人名 而使得Alexa将识别为收件人 向用户确认是这个人吗 而随后这对夫妇的谈话当中 又是被阴差阳错的被理解为了正确 于是信息就被发送出去了 这个案例当中显示人工智能的软件进展 还未达到和人类生活完美配合的程度 在4月份我们知道亚马逊申请了一项专利 这将允许Alexa倾听用户的对话 来帮助人工智能应用来更好地了解用户的喜好 那么这样的特意监听是引发了人们的争议 在家电设备智能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一个背景下 人们在生活便捷和个人的隐私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 那当前的众多的公司都在纷纷的进军智能家居市场 而用户会逐渐发现自己的个人隐私已经被多种的智能设备所掌握 那比如说HelloSense睡眠监视器呢 是记录了消费者的睡眠模式和信息 贝尔金公司的Waymo开关呢 能反映出智能家居中物理设备的启动情况 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NetCam室内安全摄像头呢 则是记录了用户的查看摄像头反馈的时间 或者摄像头监测到的运动的时间等等 因此呢这些多种的智能家居设备 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之际呢 也是激发了人们对于技术隐私保护策略的一个需求 不过人们在享受智能设备带来的便捷性的同时呢 也正在逐渐地接受对于这些事物失去控制的现实 而确实呢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再来看一条和球迷相关的新闻 在当地时间的26号晚上呢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是以3比1击败了英格兰利物普队 赢得了欧冠本赛季的冠军 并且实现了三连冠 而就在一周之前啊 黄马在篮球欧冠的赛场上呢 其实也拿到了冠军 那么黄马能够有这么出色的成绩呢 其实是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地时间27号黄马在马德里与全城数万球迷一同庆祝他们的第13个欧冠冠军 本月20号黄马篮球队在决赛中击败了土耳其菲利巴切队 赢得队史第10次欧冠冠军 此前黄马的男男和男足曾分别夺得冠军 而近年则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支同年包揽足球和篮球欧冠的俱乐部 可谓改写了历史 可以说黄马的辉煌战绩和球迷的狂热不无关系 西班牙人是出了名的酷爱足球 可以说只要跟足球有关西班牙人就舍得花钱 据西班牙比价网站阿歇尔托的数据显示 西班牙球迷人均每年看球的交通费就要大约900欧元 约合6700元人民币 食品费用约为720欧元 约合5400元人民币 购买球衣和围巾费用约为115欧元 约合860元人民币 体育博彩费用约为100欧元 约合750元人民币 付费收看电视转播约为204欧元 约为1500元人民币 总的算下来 西班牙球迷在看球赛和足球周边上 人均一年的花费为2039欧元 约合1.5万元人民币 另据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西班牙球迷花钱买票看球赛的消费能力排在第二 第一和第三分别是英格兰球迷和德国球迷 而在资金上得到球迷大量支持的俱乐部中 黄马排名第三 我们都知道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即将是在6月14号拉开大幕 目前夺冠的热门像德国巴西还有英国等多国的球队 是纷纷展开了集训备战 28号德国国家队在意大利北部南地罗尔地区的训练营 备战世界杯 此次备战集训将持续到6月7号 这也是德国队第四次在这块绿音场上备战世界杯 1990年和2014年德国队也是从这里出发 最终成功捧起大力神杯 在谈到德国队为世界杯设立的目标时 队员表示 作为为免冠军 我们要付出更多努力 同一天夺冠日门之一的巴西队抵达伦敦 进行集训 大赛在即 巴西队前锋内马尔的伤势成为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巴西队队一28号表示 目前内马尔恢复良好 有望在周日对阵克罗地亚的友谊赛上亮相 此外 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 英超阵容为主的英格兰队 也已经投入紧张备战 希望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场上 捧起大力神杯 世界杯开赛在即 主办国俄罗斯也在马步停蹄地进行准备工作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莫斯科地铁将对外国游客出售地铁 参观游览票 相关游览将于6月10号起开放 球迷们除了观赏赛事 还可以乘坐莫斯科的地铁 欣赏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 就开通运营的地铁风景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世界杯球赛门票已经售出180万张 约占总门票数量的70% 世界杯期间 俄罗斯预计将迎来约150万外国游客 莫斯科地区的酒店年均入住率将升至80% 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 国际石油的价格是出现了稳步的上涨 因为布满柴油价格过高 结束到当地时间28号 巴西的卡车司机的罢工 已经是持续超过了一周的时间了 罢工导致巴西国内的燃料和食品短缺 那么这让巴西总统是不得不做出让步 调降柴油的价格 由于缺油 巴西各地的加油站大排潮龙 一些车辆在排队加油时用光燃油 只能求助当地警方通过人力推动车辆 此外 当地的批发市场和超市 也因为物资无法运达 货架空空如也 不仅如此 巴西卡车司机持续多天的罢工 还使得当地数千所学校停课 机场由于燃料不足 许多航班被取消 据法新社报道 仅罢工的前五天 巴西的经济损失就达到了28亿美元 在巴西全国卡车司机罢工的压力下 27号 巴西总统特梅尔做出让步 将柴油价格每公升下调0.46雷亚尔 降幅达到10% 柴油价格调整的有效期为60天 此前由于国际油价上涨 以及美元升值 巴西的柴油价格连续上涨 但随着上周五沙特能源部长表示 沙特和俄罗斯准备逐步退出原油减产 以平息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加上巴西政府做出的妥协 巴西的柴油价格有望有所下降 新西兰政府在28号的时候宣布 将会屠宰12.6万头的奶牛 以避免牛之原体疫病的扩散 那么这也将是新西兰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动物屠宰行动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表示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但只有这样才能防范牛支援体病 在全国范围内传染扩散的风险 根据新西兰政府的计划 只要一个牧场发现有感染现象 那么整个农场的奶牛就需要全部屠宰 除此之外 新西兰政府还将在未来十年 投入大约8亿新西兰元 约合人民币36亿元 来保护本国的奶牛产业 及其长期生产力 牛支援体是一种危害养牛液的 致病性微生物 牛感染后可能出现肺炎 乳腺炎 关节炎等病症 这种生畜疫病在全球广泛分布 但远离大陆的新西兰 却是去年7月首次发现 按照政府的估算 如果任由这种疾病传播扩散 10年内将对该产业造成13亿新西兰元 约合人民币58亿元的损失 不过新西兰政府也强调 牛支援体不会感染人类 也不会影响食品安全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国 拥有约660万头奶牛 全国牛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 在横扫了古巴西部之后 热带风暴阿尔贝托继续向北移动 不过风速已经是有所减弱 预计将在当地时间的28号下午 或者是晚间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 当地气象部门28号称 阿尔贝托的最高风速有微小的减弱 降至约每小时96公里 在登陆美国后 会给当地带来至少30厘米的降雨 气象部门提醒 阿尔贝托危险性高 可能会威胁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 佛罗里达州当地政府 此前一天向沿海地区数千居民 下达了强制输散令 目前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 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 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的国民警卫队 也已做好救援准备 从27号起 佛罗里达州海边 就是一片阴云密布的景象 尽管时值美国假日 沙滩上的游客却不是很多 除了热带风暴阿尔贝托 美国东部马里兰州 其实也正在受另外一个风暴影响 27号 该州埃利科特城遭受暴雨袭击 爆发洪水 洪水来势凶猛 水流非常快 许多车辆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许多建筑物也被洪水侵袭 财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许多民众只能被困家中等待救援 据当地媒体 援引救援人员的话报道称 洪水最高时有数米深 已经淹没了当地建筑物的一楼 据媒体报道 当天晚些时候 洪水已经逐渐减退 当地有关部门称 一名39岁的男子在洪水中失踪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的面孔 政治僵局 以总统任命科塔雷利 为新后任总理 僵局难解 意大利股价连遭重挫 天价午餐 巴菲特慈善午餐 开拍四小时 四人近拍 叫价已经超过百万美元 旺房心探 德国房价持续走高惹民怨 默克尔承诺出手调控 我们来看一下28号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是任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前财政事务部的主任 卡洛科塔雷利为后任的总理 并且授权他组阁 那么这次马塔雷拉 是继联盟党还有五星运动 联合组阁失败之后的 一个再次的尝试 我们看到当前 意大利突变的这些政治格局 也直接的波及了资本市场 在28号 意大利的股市 经过了过山车的行情之后 是大幅的收跌 那么全球的投资者 当前都在担心 欧洲的第三大经济体 将会重演希腊债务危机风险 马塔雷拉当天在意大利总统府 与科塔雷利举行了会谈 科塔雷利在会谈后 发表简短电视讲话说 他已经接受了总统的任命 并将尽力尝试 组成一个技术型内阁 处理国家近期的国内国际事务 此外 针对外界对意大利 未来经济政策的担忧 科塔雷利还极力安抚市场情绪 他强调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 意大利会坚持留在欧元区 并将与欧盟展开建设性对话 他同时表示 将采取审慎的公共财政政策 意大利3月4号举行议会选举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或政党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各方需协商联合组阁 得票率靠前的五星运动和联盟党 经过密集磋商 于5月21号推举朱塞佩孔特 为新政府总理人选 但由于孔特提名的经济部长人选 保罗·萨沃纳持反欧元反欧盟的 一欧立场 遭到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否决 孔特在27号晚 向马塔雷拉提出放弃组阁的请求 并得到总统的确认 分析人士认为 意大利组阁艰难的背后 也体现了议会格局的民粹化 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大选后新兴民粹力量 与传统政党长时间争执不下 更是推高了意大利政治的不确定性 若新总理科塔雷利 无法得到议会支持 意大利在今年9月或10月 重新选举的可能性提升 而受此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地时间28号 意大利股市重挫超过2% 银行股跌幅居前 创下了自2017年2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下跌4.1% 因银行持有大量政府公债 意大利银行股被视为 该国政治风险的风向标 2018年巴菲特股东大会 是刚刚落下了帷幕 那么众人朝圣的热情还没有退去 今年的巴菲特慈善午餐的拍卖又开始了 这次又是谁可以和股神巴菲特 共进午餐呢 北京时间5月28号 备受关注的第19届巴菲特慈善午餐 在购物网站eBay上正式开拍 接受竞价的时间为 北京时间5月28号上午10点半 至6月2号上午10点半 最终中标者将有机会 邀请最多7位朋友一起 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 Smith-Wolensky餐厅 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 巴菲特此前表示 对就餐的话题不设任何限制 只要敢问他都奉陪到底 但只有一个条件 不透露自己下一步的投资选择 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格为2.5万美元 每次叫价需至少加价100美元 开拍4小时 尽管只有4位竞拍者参与 但最高出价已经超过百万美元 目前竞价还在继续 2017年巴菲特慈善午餐以267.9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这是自2000年开拍以来的第二高成交价 2016年巴菲特慈善午餐以345.6789万美元落锤 与2012年的历史最高价持平 迄今为止 这一项目已筹得超过2600万美元 款项则会捐赠给格莱德基金会 50亿年来 格莱德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帮助最弱势的群体 包括贫困人群及身患疾病和无家可归的群体 每年约为他们提供75万份免费餐食 针对德国日益高企的房价以及民众的抱怨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事事前表示 德国是迫切地需要提供民众可以买得起的住房 联邦政府将拿出60亿欧元用来建设新的住房 根据默克尔宣布的这项计划 德国将在未来的四年建造150万套新的公寓住宅 并且将向社会住房项目注入20亿欧元的资金 此外政府还将通过税收优惠 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德国的民众购买自己的住房 德国房价是从2009年以来逐年的上涨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像柏林还有汉堡的房价的涨幅超过了70% 慕尼黑的房价的涨幅更是达到了200% 房屋租金也因为房价的上涨而水涨船高 分析就指出德国长期的低利率 以及近年来城市发展的前景向好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都推高了房价 而供不应求则是造成了房价多年持续上涨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逃离伦敦房价居高不下 伦敦人被迫外迁 甜瓜贵族两只19万元 日本北海道西张甜瓜卖出天价 我们来看一下伦敦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而闻名 但是根据一项新的调查显示 因为缺乏负担的能力 明年可能会有50万人离开伦敦 高昂的房租还有交通费用 以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人们正在逃离大城市 在伦敦经济学院 各个专业院系的学生们正在努力学习 当谈到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 学生们却大都忧心忡忡 担心自己没有经济实力在伦敦立足 是最高贵的地方 高昂的租金是大家担忧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伦敦市长办公室的数据 伦敦市中心大部分地区的租房的平均月租金超过2890美元 约合18500元人民币 根据市长办公室一位发言人的说法 伦敦有望实现在2022年前 交付11万6千套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 但尽管这样 不少人仍然选择逃离这个城市 记者西亚拉和她的丈夫 曾经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里 但五年前 这对夫妇决定投资一艘船屋 并搬出这座城市 而身处伦敦的企业 也正在采取措施 为员工提供更多福利 例如德勤和毕马威 正在为新入职的毕业学生 提供价格合理的住宿场所 日本的西张甜瓜 是被誉为全球最为贵的水果品牌之一 近日在日本的北海道的扎黄市 举行了2018年的首场竞拍当中 两个西张甜瓜 是以320万日元 也是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价格成交 近日来自日本北海道西张市八家农户的 507支甜瓜参加了今年的首场竞拍 最终一对总重量3.9公斤的西张甜瓜 拍出了32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天价 刷新了西张甜瓜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 两支甜瓜每公斤的均价相当于日本上班族 平均月薪的约2.5倍 据西张市相关负责人称 这一对天价甜瓜拍卖后 会摆放在当地的农业协会 用于展示而非售卖 从6月1号起将免费提供给最先到访的60人品尝 西张甜瓜作为日本的代表性品牌水果 在培育过程中 对温度等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 为了防止被阳光晒伤 甚至还要给每一支甜瓜带上防晒罩 此外西张甜瓜实行严格的分级制度 成熟后由40名专业检查员 根据外形 口感 甜度等标准 将其分为三个等级 符合顶级标准的西张甜瓜 在一个农场 一季仅能出产一到两支 这部分甜瓜 即使最边缘部分的果肉 依然能够保持约15%的高甜度 2006年西张市曾因产业转型失败 地方财政一度宣布破产 在此后的财政重建过程中 西张甜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 甜瓜种植业作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 年产值已达23.6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36亿元 占到当地农业总产值的近八成 借助甜瓜的知名度 西张市也变身成为旅游胜地 电影取景地 目前年到访游客人数 已经高于当地总人口 同样还是在日本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鰻鱼的消费市场 每年的消费量是占到了整体的七成 然而今年由于鰻鱼苗的捕捞量减少 导致了日本鰻鱼的批发价格大幅的上涨 超市还有餐饮店近期是纷纷提高了 烤鰻鱼的零售价格 据日本养鰻协会最新调查 目前鰻鱼的批发价格升至每公斤5300日元 约合人民币308元 同比上涨约五成 受此影响 东京各超市烤鰻鱼每盒的平均价格 达到1780日元 较往年高出两成 位于东京暮黑的这家鰻鱼饭专卖店 今年二月已经将部分单品提价15% 由于进货成本还在上幅 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六月 被迫再度调高价格 受阳流变化等气候因素影响 今年日本遭遇了自2013年以来 最为严重的鰻鱼苗荒 鰻鱼苗价格飙升至去年的三倍 每公斤高达3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7.4万元 由于鰻鱼苗过少 截至今年四月 日本入池养殖的鰻鱼苗不足14吨 仅为去年同期的七成 鉴于鱼苗入池大幅推迟 鰻鱼货源紧缺很可能成为日本民众餐桌的奢侈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淡水珍珠 将于本月31号在荷兰进行拍卖 拍卖前拍卖机构对它进行了展示 因为造型非常的独特 这颗珍珠是被取名叫做碎尸 碎尸的重量是将近120克 长度超过6.8厘米 根据伊朗的Press TV称 这颗珍珠是18世纪前半夜 在中国的水域形成的 1725年前后 是被荷兰的商人带到了欧洲 经过数次一手 现在属于阿姆斯特丹珍珠协会 欢迎回来 在法国前两天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有一名儿童是挂在了五楼的阳台之外 那么好在一位叫做加萨玛的年轻人 路过了他爬上了五楼 把孩子救了下来 他就是加萨玛 26号他从一处公寓楼下经过时 突然看到一名儿童 竟悬挂在五楼阳台外 而一旁的邻居 似乎因被玻璃隔断阻拦 迟迟未能施救 加萨玛健壮立即手脚并用 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 一鼓作气爬上五楼 成功救下这名儿童 目前这名儿童脚步受了点轻伤 加萨玛皮肤擦伤 均无大碍 加萨玛是非洲玛丽人 2017年9月来到巴黎 准备找份工作 很多网友把他称为英雄 对他的勇敢表示钦佩 28号 加萨玛还在爱丽社工 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见 目前加萨玛已被授予奖章 和法国公民身份 另据巴黎警方初步调查后发现 被救儿童今年4岁 事发时被父亲独自留在家里 而母亲则不在巴黎室内 目前儿童的父亲 已经被警方拘留 真的可谓是能力和勇气都兼具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块儿去法国欣赏一场 路易威登的时装秀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屏幕上方那尔维买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